中市南部中心的独家执席 有一对情侣到高雄的一间电影院去看电影 他们呢直接在影厅里面竟然开始抽起了电子烟 甚至是吐出了大量白烟 吞云吐雾的模样全部都被后方的民众给拍了下来 原本想要到卫生局去检举 不过一问之下才发现 国内现在对于公共场所抽电子烟 竟然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罚则可罚 在时间电影院几乎场场傍满 不过却有民众发现影厅里头怎么有人在抽烟 座位上的情侣从嘴巴里头不断的吐着烟 简直就像在喷干冰 嚣张的行径 让后方民众气得拿手机拍下整个过程 不过后来仔细看才发现 两个人抽的烟其实是电子烟 他们是很夸张 因为他如果受不了的话 他应该就是到可以吸烟的地方 一般常见的电子烟 有锂电池 雾化器以及烟蛋所组成 而烟蛋里头则是含有微量的尼古丁 以及调味剂 虽然现在在台湾没有任何罚则 规定不能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 不过在电影院吞云吐物 还是让民众觉得不恰当 因为你抽烟是个人的因素嘛 那如果你妨碍到旁边周围的人的话 不管是有没有伤害 还是说有没有其他因素 只要是妨碍到别人就是不行 但是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一次一个事件 可以让中央相关单位 对电子烟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标准 虽然目前还无法证实 电子烟里头的尼古丁 是否会对人体造成影响 不过在影厅抽烟 恐怕已经成了小朋友的坏榜样 记者高原泰 李思贤 高雄报道